根据目前情况来看,中国空间站将在2022年后服役,而国际空间站将在2025年左右退役。届时,中国空间站正好在服役期内,这是中国拥有全球唯一的空间站,这让美国存在一个空档期,所以美国国家航天局提出建设新的空间站。 这次美国提出新的空间站比较有创意,和国际空间站有些不同,这次新的空间站,并不在地球轨道上运行,而是要打造一个月球空间站。 现在,美国航天局已经和俄罗斯航天机构,签署了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文件,并传达了一系列的太空合作意愿,其中就包括建设月球空间站。 这次计划建设的月球空间站,需要将每一个舱段通过运载火箭,发射到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进行组装。 当组装完成后,再发射运载飞船,将航天员运往月球空间站,这样,航天员就可以在月球空间站,近距离观测月球。 由于该计划难度大,并且造价昂贵,美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参与,其中包括俄罗斯、欧洲、印度、日本等国家。 除此之外,这次还了中国,随着中国的航天,实力不断崛起,不但在技术上,甚至在财力上,所以美国现在希望中国也参与该计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